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达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好久不说咱们内部的事了 国内的事了 这一集就说一说 谁 马云 阿里巴巴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两天这个冲上某些内部的一些勒搜的 是一个阿里巴巴反垄断的这个垄断的这个罪名成立 那是罚款182亿 那么对于阿里跟马云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系列 讲了有五到六集 专门介绍马云 这个有些网友可以去翻看我的这个视频叫来往看中国 这个里面你可以去搜一下 能找 能找得到 说的也够多了 那么这一集呢 我主要讲的是什么 我对这种事情 我觉得也不意外 但我也不会说去吐槽 去谩骂 讽刺 那个意义不大 我还是说 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候处理一个这样的事情 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和目前的这个国际局势 中美新人战军事对抗 台海局势等等等等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和美国的这个外部因素 促成了阿里巴巴的这个内因 那么我分析的角度和一般性能不太一样 那听老兵慢慢道来 老兵既是这个军政专家 同时我讲震惊的一些东西也还是很在行的 那阿里巴巴被处理 首先第一点 这个是要整顿这个市场秩序 因为大家都知道 阿里巴巴是一个巨大的托拉斯 是一个垄断性质的一个企业 这次被处理 它的最重要的一条最重要就是 它的垄断 也就是它平台的这个所谓的二加一的这个 就是二选一的这个政策 也就是说 来啊 我在阿里巴巴上面卖东西 我不能到京东上面去买 我不能到这个腾讯去 说来说来听点 京东都属于是腾讯 刘强东都属于是马化腾小弟 对不对 你不能到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去买 那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霸王条款 那我开店我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可以吧 对不对 那现在经济由于新冠的大背景之下 等等等等因素 那大家很正 就是说我开两个店三个店很正常 你别管管我 我在你这里卖的好事是这的事情 但它不行 它要求你只能在我这里卖 如果你违反了 那不好意思 它会搞你 那市场秩序我说的很清楚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内部势力 马云 大家要知道这个人 他野心很大 他想要 他的这个阿里 他不是说你认为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阿里他是一个权贵结合的 一个叫做可以强大到干预政治的一个政治集团 他是一个政治集团 他不是一个公司 他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他阿里控制的很多业务 你所知道淘宝天猫 这只是他的明面上你看得到的一个业务 他还涉及放高利贷的生意 你的什么花贝支付宝 花贝借贝 那他他妈是高利贷 就犹太佬那一套 他在这边搞 顺便我告诉各位 马云 很多人不知道 老粉都知道 还有熟悉马云这个人都知道 马云是共计会的 赵薇也是共计会的 他们都是做这个手势 你知道 只要是共计会的 他在一些冲通的场合 他会突然之间 有的时候所踢的 所踢的这个脚上 他会就会做这个动作 这就是共计会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共计会 他其实你说他神秘 他不神秘 你说他不神秘 他有点神秘 实际上 共计会 说难听点 就是以这个 蜥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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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清楚 我指的是哪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些平台都是蜥蜴人的 咱们有些名词不能讲 大家懂吗 这个你还得服软 在这上面没办法 但能屋檐下不低头 那他们搞这个东西 你全世界的很多优秀人员 都可以去参加这个东西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 他会来筛选 比如他的波西米亚俱乐部 那只能是西方的这个权贵男 白能男性才可以进入 这一点要明确 那还有一些分支机构 包括比尔德宝团 包括这个骷髅会 都是他的这些 但骷髅会 我不是很 骷髅会还不能说很正式 就像小布什参加这个骷髅会 这个东西也说不清楚 但就明明上来讲 这个 共计会 他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他招一些权贵 有影响的 歌手什么 就是你有影响的 就是你是个人物 就到这个里面去 那大家要知道 投资马云背后的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 像这个江泽民孙子 这个博裕资本 什么贾庆林 什么女婿 这个谁谁谁 什么这种 大家都懂了吧 就是那些 就是退下来的 那些儿子孙子 那是在这个后面 是个股东 还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 说白 就是犹太资本 那通过他在中国 建立强大的 这个影响力 他这一套生意的蓝本 就是 犹太资人 玩得很熟悉的 一套蓝本 阿里是一家 高利贷公司 而且他还控制的金融 掌握这个金融资产管理 这是他生意的大头 我说过 阿里 他真正的垄断 不是说国家来告诉你的 这个什么市场二 二选一这个东西 这都是小市明面 背后是 他掌握四百亿美元的现金 以及 呃 在关键时刻 强大到 能执行四千亿美元 融资的这 这种巨大的这种金融 实力 而且他是一个金融政治的 一个结合体 呃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你说江泽民孙子 博育资本从这个 呃 香港 签到这个新加坡 当然也有说 呃 这个香港 中共 要国安法在这里实施的 很多的目的 目的 啊 有 可美国CIA和美国势力干 那是 明面的 暗地里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因素 大家都了解 我这也不详细说 因为我以前也 系统性的跟大家讲过 我也跟大家讲了很清楚 那种离岸 避税天堂和这种 和中国的这种官员啊 一些这个啊 这些这些有钱呢 他怎么这个钱怎么 出去的 我也跟大家讲了 但是这个呢 我就 不不深说了啊 因为以前讲过 那还是回到这个 阿里这个本身上来讲 那大家知道 呃 中国的这个 2C 啊 2C 以前是都是B2B 现在是2C C端 就是我们这些人嘛 对不对 中国一共有 可以说有三波 三波那个 那个杠杆的那个时期嘛 呃 就是那个股市 楼 企业嘛 就给企业放贷 做生意 那是胡温时代的 宏观经济时代 给企业做生意 在之前不是 呃 在之后就是楼市啊 呃 这个 呃 这个就是 炒股票 股市啊 不都是那个 给你放 放贷可以去去搞 这些事嘛 那到最后 这些都已经 玩 玩剩下 就是对人的 个人借贷 所以我说 很多人 你借着他那种 网络 网络小额贷 你你会就是说 被搞得很惨 电话 他软性暴力 搞死你啊 告诉你单位啊 告诉你村委会啊 告诉你邻居啊 不就是他们干这个事 特别 公司这些外包 过去 因为国家打黑嘛 你现在上门吹战 拿棍子敲你 破油漆 这种事不能干 这干就给你关进去 判刑 那什么楼性的啊 所以他这东西很害人 所以这就是我说 阿里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就蚂蚁金服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 这个叫阿里系 那这个就是什么 当年马云他打电话 给黄岐帆 黄岐帆是谁 重庆是市长 那属于什么 正部级官员 他可以打电话 给黄岐帆说 这个背景是温州 因为那些这个老老板 很多他这个钱 都是那个崩掉了嘛 有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温州老板的 那些资金链都断掉 都崩掉了 然后呢 这个借贷什么的 都很困难 因为国家呢 也只是说 不太给这些人放贷 因为这些人 拿了这个钱 你也不知道 对吧 都是干一些 投机倒把的一些事情 那他打电话 给黄岐帆 就是说搞这个 就是蚂蚁金服的这种 主营业务 就是说放贷了嘛 就比如说 你戒备这种事情 包括 这个叫做网商贷 这一块的 那重新给他办 给他办了 就是说 他们这个业务怎么弄 这个不是我来 重点来强调的 重点我强调的是什么 是他的关系 他可以一个电话 打给正部级官 官员随便给他办事 为了他而服务的 你想想看 他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那谁给他的权利 他背后这些势力 给他的权利 他是一个台前的 一个你看得见的演员 在台上的 一个可能是台上的 一个主演 那后面有幕后的 有编剧 有导演在幕后的 有出资制片人 在后面的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代表 那实际上在这个 我说了这么多 就告诉你 他是一个非常能强大到 可以干预政治的 一个一股势力 尤其是他 大规模投资 像微博 你著名的 他的那个总裁 不是出轨吗 那小子出轨 微博乐头上 直接把弄掉 还有把那个 他的老婆 蒋帆 对 蒋帆 他的老婆 给直接就给禁言掉了 也就是说微博上面 大家都知道 微博上面 很多什么奇形怪状 那种思想 包括政府 现在在打击的 23个主要的 非法NGO组织 在中国大陆 对不对 在微博上 经常会有什么 男女对立啊 什么族群对立啊 民族对立啊 这个地域黑啊 地域对立啊 这些东西 都在他这里上面发酵 对不对 那么再加上香港的 南华早报 那中央这次 也是叫他关掉 对不对 就不是关掉 就是说你 你不能再操纵 不玩这个东西了 而且要限制你 投资舆论 大家要知道 他玩的 我说过 就是俄罗斯的一些寡头啊 就像那个 以前不是俄罗斯 90年代吗 很苦的 这些时候 有七大寡头吗 我跟大家都讲过 比如说比列佐夫斯基 霍多尔科夫斯基 这个叫做 弗拉吉米尔 波塔宁 对吧 还有这个 古新斯基 这些人 那他玩的就是 比列佐夫斯基 古新斯基 玩的剩下的这一套 就是我利用我的这个 互联网为基础 这个强大融资能力 这些金融公司 去购买这些舆论 这些媒体 就是说带风向 在网上带风向 然后呢 说政府怎么怎么 新政府怎么地 怎么地 怎么地 对吧 再加上这个国家出台的 很多一些这个政策 让他不满 比如说这个企业里面 建党支部啊 或者说这个 你这个公司合营啊 对不对 他肯定就不舒服 包括这 马云 还到什么香港去演讲 又说什么 那人家问他 可不可以 会不会放贷 给这些黑豹 他说 为什么不 装逼兮兮的 我最讨厌他妈就这种调书带 中文英文放一起讲的 他又说自己是 像乡村教 教师什么 什么代言的 去他妈的 你啥时候去中国 这个边 这个贫困 贫困地区去教 去支 去支教嘛 是不是 这种人他很虚啊 然后他很膨胀 他 这一切是 他的成功是来自于 这个制度的 过去的一些漏洞 所以说习近平 看到这些漏洞 我跟你说 习近平 我之前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 我说习主席 他看到了这个国家 再不去整治 这个国家就会被贪污腐败到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这个政权就完蛋了 只能去这样干 那 所以说内部的势力 是非常的这个 严峻的 内部的事情是很严峻的 很严峻 那 现在就是说 内部的这个势力 严峻到什么程度 我跟各位介绍一个政治术语 政治词汇 中国的中国政治词汇 因为我是 呃 武警部队 这个退伍的 武警部队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是武警部队本 本质是这个 呃 党卫军 那 党卫军我们 就是 经常是 能说到一些 这个讯息 就我跟各位讲呢 我们政府 这个高层 它有两种称呼 一种叫境外敌对势力 一种叫境内敌对势力 境外敌对势力 是哪一种 就是我一直讲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敌对势力 这个叫境外敌对势力 那么境内敌对势力 境内敌对势力 啊 我可以跟各位讲了很明确 啊 就是啊 反对最高领 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袖的 啊 因为你要知道 军队归中央军委管辖 中央军委 有中央军委主席的 啊 我们只 只对 这个中央军委 受他的领导 啊 对他 对这个 上头负责 啊 那谁 对 那就是对谁负责 大家就心里清楚了 那有一些 比如说我举例子 像任志强啊 马云啊 啊 其他像以前周永康 薄熙来 这个就是可以列为 境内的敌对势力 啊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 江独啊 藏独啊 这个还有一些 甚至一些 啊 这个什么 还网上说 什么猛独这种啊 啊 这种都处于成为 境内敌对势力 还有一些啊 一些这个在网上带风向的啊 什么什么老 老少啊 啊 什么这个少啊 那个老啊 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所以说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主要的 那么这些人呢 他都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啊 背景 都是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资助的 由他们来资助 这个就是从内部来 这个把我们给什么 搞瓦解掉 那么我这样一个概念告诉你以后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处理这个阿里要公布阿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干嘛 这个时候我们和美国在中美军事对抗 台海也是和美国中美军事对抗的一部分 大家要有这个概念要清楚啊 那有这个概念清楚之后 你就能明白了 这个时候 就很清楚 我们可能要用兵了 我们可能要出兵了 可能要这个发动这个啊 解放战战战争了啊 也不是发动的解放战战从来没有停过 呃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解放战战战了 或者说 这个不听话的啊 这个我们的敌对的这个股势力的背后的这个势力 啊 所以说现在的 我还可以正常见 重心在外部 中国 在这几年正式的由 自从这个军区 七大军区改为战区以后 就是从原来的 绝对的防御型 包括海军的近海防御的策略 现在转换为 改变成战区就是 对外的 当然这个不是说侵略谁 而是说防止以美国为首的 在周边渗透这些代理国 防御这一些 这个叫远海防卫 远洋防卫 也就属于是一种主动对外型的 那这个大家就很明确 从那个时候 中国从军改开始 就是从一个 以内政为主导的国家 过渡为一个 以外交为主导的一个国家了 大家明白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球战略成型了 配合在结合上一带一路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像阿里 必须要敲打他 因为阿里的背后直接就是 可以说是中国的反 反线领导层的一股这个势力 可以说是反线领导人的一股势力 那必须要敲打他 包括之前枪 枪约掉这个赖小明 也是这个一切 那当在内部做敲打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告诉内部的一些 境内的敌对势力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和境外敌对势力 在周旋 在这个博弈的时候 你可以在我的背后 或者在内部 给我搞一些按锁锁的小动作 所以说这个时候 网上的内部的网上的舆论管控很紧 你不排除国内关掉的这些 什么蒋武棠 什么武军刺面卫 这种东西 背后就是由 像马云这种公司的舆论公司 在这里面操盘 在网上泄密 讨论武器装备 当翻墙党 当卧槽党 都息息相关的 因为中国的网上舆论 我可以说70%到80% 都是阿里系控制的 这一点要明确 很多公众号 给你贩卖焦虑 毒鸡汤 促进你消费 都是 就在处理马云丸这个事情 刘强东马上出来就说话 我们就要整改大数据杀手 也就是说你是会员 他妈你价格还比我这种非会员 还要贵 但是你不注册他的会员 你没办法登录 所以大家都是会员 大家都是会员 所以说 指的就是什么 你内部不要给我搞小动作 那么从侧面证明了 外部有事情 可能要动物了 大家明白吧 你这个 像阿里系上现在这种事情 你不能说光从他 这个点的明的 这个点的这些事情去 分析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 结合大环境 大因素来分析 这样的话你就通透了 你心里就非常清楚了 这些是什么原因 明的原因我给你讲了 暗的原因我也给你讲了 这就是老兵 存在的价值 让各位 都变成这个高智商动物 所以说 现在 你就明白了 包括还有 最近有个事件 就是关闭这个湖畔大学 那湖畔大学 中共这个 有个多位网 就是中共大外宣网 他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来自北京的压力 让他关掉的 招生 包括在云南昆明 搞的这个分校 那大家都知道 马云为什么要在云南昆明搞分校 这几年云南先后有两任省委书记 白恩培和那个秦 秦什么那个王八蛋 两个都是什么 出世 都是这个被反腐败的对象 打老虎的对象 可见 在云南 这些人 这个腐败和阿里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是有录了一份谷的 大家要明白 就要看懂这里面的事情 你 这少见的 旧云南 两年 还有就是什么 重庆 也就是说西南那一片 可以说这一片的官场 中央是不太信任的 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外界 也盯着县任云南省委书记软生发吧 说他什么念错字啊 跟习近平啊 怎么怎么样一样的 怎么怎么 过度解读了 我就想说云南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什么事情 是不是 西南地区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还有就是 跟大家再说一说 还有些事 我就不 我也就不说了 我在我会员频道再说吧 那那个 所以说现在对阿里这个事情 包括湖畔大学 我跟各位讲 湖畔大学 它就是中国 它就是中国的 就是中国的共计会吧 不就是中国的这一股 不受政府掌控的 一股这个权贵的 所谓社会精英的 组建成来的一股势力 所以这个 说难听点 就是境内敌对势力 大家就明白了吧 我是武警退役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一些国家安全的概念 我们本身就是 维护社会稳定的 所以说 我们和解放军 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 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 要比他们要深刻 所以今天 根据跟大家讲这么多 你就能明白一些事情了吧 所以说 归根究竟就一点 现在 注意力 国家的注意力 都在外部 都在外部 可以说 不是说全部 是几乎 主要的是在外部 中美 新冷战 这个大背景下 大框架下面 发生这些事情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中美 冷战的 一线在那里 就是台海 所以说 我说过 可能要用兵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兵来 喜欢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